是摩尔6969 卡卡57元有货的 有1万股 就说如何部署? 如果你看昨天来说就跌了 今天来计可能会有些回升 不排除低位会有些回升 我看到也在做54元 很坦白说,如果你57元买 现在我见到报价54元 就是差3元而已 我答案就是第一,不能只赚 第二,正常买股票 10.8%的波幅 是正常应该能容忍到 所以也未触及到 止蚀的水平 更加不会交货 57元一注,54元一注 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 我会建议你继续持有 不过我之前来说,为何比较少 就算留意到很多北水 又估计有机会入行指等等 我都没有推介才可以 就因为很简单 我不喜欢跟阿爷作对 有任何政策,不要说有任何 有比较大的政策风险 我都会比较审慎 就算要买,我都要坐到很低才买 甚至乎好像腾讯 我分住才买 所以施摩尔也坦白说 它最主要是在美国方面的销售 其中有客户 无心科技,消神压增长得比较快 所以纯粹中国的政策 变动,其实影响性 就不是那么大 不过,今次是第二次阿爷出声 还是卫生当局 吸烟,有害见头 当然 其实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自己觉得 始终有政策风险 但是也不需要看得那么淡 你问我,我反过来 如果我很进取的话 其实落下来 可能47、48元 可能我会考虑 可以快闪一下一注 但是如果你说57元 买了,就拿着 没有特别的行动需要做 是,原来有另外一个网友 Freeman 也是想问斯摩尔 他就52元买入 应该都是拿着 那你应该是相对低位 所以我觉得都是拿着 现在还在赚钱 假设你是昨天买的 那就叻叻猪 请公布 《库展》 用传台 2010 分钟 入盖